行政部門它的主觀的意志 它的看法 其實它帶有引領整個社會輿論的一個作用 那如果說行政部門的看法 老是跟民眾對立的話 那這個沒完沒了 我看今天提出來這麼多的一個修正草案裡面 我說博長你們剛才愛的,我只要一項而已 我們要一項而已喔 你們要就一項 第一個剛才我們講的譬如說像選罷法罷免的門檻可以適度的調整 這我們也沒有反對 那要宣傳我們也贊成 那麼這個如果像這個原住民的單一選舉全國性的 那通信投票這個不再集投票 這個不再集投票也不是通信投票 不再集投票我們也贊成 這個我們都 我看你們 我看這個部長這個開明囉 不錯 那個罷免啦 讓宣傳啦 門檻啦 都都降低啦 這請好 來來來主委 主委 我的意見沒什麼差別你知道嗎 你的意見我就看到你只要愛一項那個什麼 原住民選舉人不再集投票 以全國為選區 採移轉投票方式 十四不再集投票 我剛才看這個齁 你很明確說YES 這樣而已啦 委員有啦 阿伯阿哥很少 你要看清楚 我很多贊成 我沒說這樣 這樣齁 你意思是說你要收我對陳部長的對 收我開明了 有啦 我本來很開明 好 這樣簡單 這個齁 這麼多案子裡面 大家一致認為罷免宣傳這個部分 卡卡 刪掉 刪掉 部長你有贊成嗎 我贊成啊 阿主委你 阿好 不用擔心 主委你 我們跟那個修法相關的條文都建議過 我那個頂會今天就看到了 這樣很好啊 咱那個歌蘭緯的團體啊 收到裁決書啊 要發錢 你知道嗎 我知道他知道啦 裁決書是台北市選委會做的決定 對 你的看法怎麼樣 我看法 因為他們會做這樣的裁決啊 就是現有的法律是不準的 那他在選舉期間做這樣的活動 他是依照現有的法律 那所以我們為什麼在上個會期建議要修法 就是說你只有在即時修法的情況下 可以避免這種狀況 那現在這種狀況我想可能他就要 這我都知道啦 那都兒子就應該知道這個理由了啦 我現在是在跟他說 台北市選委會開出這一張裁罰書啊 他當然一定是主張依法行政嘛 對不對 那站在你這個上級機關啊 中選會主委的一個立場啊 你剛才也跟本席提到說 針對整個罷免的宣傳的部分 三 這你的立場嘛對不對 那很簡單喔 各安委這個團體收到這張60萬的裁罰書 本席跟你具體建議 你直接把它廢止掉 那個報告委呢 這個中選會合一致 這個當然可以提議啦 那就是合一致嘛 我要知道你的態度嘛 主委啊 你如果回去 吃一個便當 喝一杯水說 我看這張 今天這張就跟 廢止掉 差不多 那個委員喔 很多人說 唉唷 主委表態囉 這個表態喔 不是亂表態啊 因為你已經剛剛在本院這邊表態啊 你也認為這個修法是對的啊 不合時宜的法令 然後在修法之際 透過首長的意志 來做這樣的一個行程 然後把這一張 社會大眾認為不合理的裁罰書 把它廢止掉 你的看法怎麼樣 委員 我跟你講我幾年前就講 不合時宜這樣的意見 所以主張修法 那這個事情 還是要按照這個程序來完成啦 你們都黑白龍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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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選委會 開出那一張 罰單的時候 其實人家當初就跟你們講啦 欸你們就去喔 上級機關給我們轉一下喔 四線 你們不來 四線是另外一回事 你們不來啊 那四線是另外一回事 對啊 所以說你們的態度啊 不明 我們才說你們黑白龍軍 所以既然啊 大家都認為說 罰免宣傳 要處罰的部分 不合 時代的一個潮流 其實這個跟時代也沒有關係啊 我們時代力量啊 你說這個 選舉 大家就必須要去做宣傳 讓民眾來認識我 得到民眾的一個認同 那罰免何嘗不是如此 你要整個主張訴求 也要訴諸於民眾 你反而跟他講說 嘿這個要處罰 這個就不當啊 去限縮人民的一個權利啊 這很明顯啊 這個都是 不符合一般民眾啊 的法律感情啊 所以既然是這樣啊 主委你也標態啊 不然對 人家也說標態啊 那你算不敢做一個動作 回去說一個 把你的動作插插的啊 欸 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 廢止掉 什麼看法 委員委員 我開花心 我可以表達這種意見 這樣就對了啦 這樣你就要稍微看 有一點開明啊 你知道嗎 我本來就很開明 其實我一直在講說 我們行政所長為什麼 他的看法 會影響整個社會層面是很大的 部長喔 那個主委你請回 今天喔 你有看到另外一個 那個 那個新竹地院啊 是 不知道哪一個地院啊 我不知道 就是變成說 我們桃園那個地方啊 那個監視器啊 監視器這 用監視器再開發檔 這個在台灣啊 旅監不閒對不對 開出來以後 現在法院就把他給撤銷掉了 所以我要聽聽 部長你的看法 那監視器 我們行政部門各個縣市啊 撒下天羅地網啊 然後呢 有時候我們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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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 這個闖紅燈 這個違規 截取他的圖像 上庭 走出去 開單 你認為這樣好不好 我想那個應該是個案啦 我們會去了解啦 但因為 這個是地方的事情 我 還是要請警政署了解以後 再知道說他們現在的做法 部長 這不是這樣喔 這個不是個案的問題喔 這個是法律的規定的問題喔 沒有 現在沒有說可以用那樣做 所以說嘛 你才說清楚嘛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不行就對了 目前我們是沒有要這樣做 不會用監視器的路的東西去做處理 除非是像在高速公路上你設的那些照相器材 或者是道路上的照相的 利用機器來代替人力喔 這樣看起來很科學啊 但是不要忘記了 不要忘記了 這個都超出啊 人民的授權啊 你說要設置這麼多的監視器 我相信在每個議會裡面的訴求就是說 唉呦這個如果刑案發生啊 我們很快就會偵破啊 交通事故啊 我們可以很快來做一個釐清啊 甚至判定責任歸屬啊 要設立的時候都是這樣子跟議會來做報告 那設立完以後 大家都殺在賣賣賣啊 這個天羅地網的一個方式啊 這個啊 到最後拿來開單啊 這個很明顯的違反比例原則啊 所以這部份 我覺得 部長喔 應該藉這個機會啊 來說明一下 我會請警政署去了解 因為這個案子 您看報紙看得比較仔細 我沒看到 所以我會請他們 你自己想嘛 那以前齁 以前我們設一堆 以前那個 測速照相的時候 頭前頭在採一塊 行政部門的想法就是 我就是要把你頭腥 要遏制你違規 所以以前根本沒有說什麼 前方幾十公尺 會有測速照相 以前沒有這個概念 當然 警察起地 不管違規 交通違規 或者說目的 不是在起地 目的是希望 他們心中有個法律 心中有的警察 然後能夠守法 對自己的安全 對社會的秩序有幫助 這個都只是其中之一啦 這個是法治教育啦 真正警察應該去想的就是說 一個罰單開下去 這個都是一個行政處分啊 任何的行政處分啊 這個侵害到人民權宜的程序都要合法啦 但是因為前提也是他有違規違法才會被取締嘛 也不能這樣說 也不能這樣說 違規違法要被取締 不代表行政部門可以用盡所有的手段 這違反比例原則啦 這是怎麼說要設置多少 要先有一個警示作用 現在有這些規定 我們都會照這樣的規定來做嘛 所以說嘛 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部份啊 這應該齁 按照程序來的齁 還有超越整個使用目的的啊 這個都必須啊 要去嚴格的去做一個遵守啦 但是另外 今天裡面啊 我看 不好意思呢 那個主委又起來一下 我看這個 部長也去做一個宣誓啊 我看在3月4號裡面啊 你也去提到說 3月中行會做 會就 複數投票 罷免門檻 不在一起投票 跟通訊投票等 選辦法分別 去召開公聽會 嘿 我看他看到這個新聞 沒有啊 他才不看到了 怎麼說 怎麼說的 不記得了 你說到話說什麼都不記得了 你不說 我這看了三位切實的新聞耶 不是 他很顯然 我們內政部連一場公聽會 都沒打算要辦喔 去年了啦 去年了啦 去年了 到現在大家如火如土啦 你辦過幾場 我請市長來說明一下 啊不 今年啦 今年要辦嗎 要修法啦 來 給你講 跟委員報告 今年因為我們有 做全盤整體修法的一個部分 我們已經請各機關提供意見了 目前來講 已經發行請各機關來提供修法的意見 去年分門別列 你說要去辦公聽會 你說要去辦公聽會 我看我會有辦 我會有辦啦 付出選票沒有 你們說有結論 還沒有還沒有 所以說嘛 先預告 到最後實際上沒有辦 沒有 那現在大家在提出這麼多案子 也快有共識啦 我看部長喔 也不要說因為520要搞啦 要下來啦 你也應情應情辦幾場啊 不是啦 這樣啦 我跟委員報告啦 這個有共識的 我已經沒說 你因為